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昨天发生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70人死亡另有约50人受伤 目击者称一辆载有爆炸物的汽车在位于摩加迪沙市中心的教育部办公楼附近被引爆 事发时大楼内正有很多学生等待参加考试 导致爆炸死伤者多为学生和路过的平民 索马里过渡政府官员在事后表示 这起袭击事件很可能是索马里主要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所为